近來,休士頓的檢疫人數大幅下降 市府官員紛紛呼籲民眾不要鬆懈 請看詳細報導 根據數據顯示 近日休士頓個檢測站來檢測的民眾 人數大幅下降 休士頓市長特納等官員在5日的記者會上呼籲民眾 要繼續積極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休士頓市衛生官員David Peirce醫師表示 休士頓的新冠檢測人數近來有大幅下降趨勢 並對民眾錯將一點好消息放大表示擔心 以為疫情已經好轉了 他更向民眾喊話 一定可以像以前一樣將新冠疫情控制住 市長特納也提醒民眾 目前休士頓的新冠檢測陽性比率為15-17% 雖然比過去最嚴重時下降了 但依舊很高 他的目標是在8月底之前 將這個數字降至5% 特納呼籲民眾必須繼續堅持安全準則 包括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洗手 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等 並指出接受檢測是最好的保護自己和家人 社區的辦法 尤其他 谢谢大家